国立东斯高宫绿能生态郊园区可调试风力发电机 大家今天看到风力发电机 它的水平轴是可以随着风力的大小做水平的调整 风大的时候会往上扬 让山叶的送风面比较小 这样可以控制山叶的转速在一定的范围 这个是风车达人陈永宏陈老板 特别帮国立东斯高宫所精心设计指导制作的可调试风力发电机 现在大家看到它的效能非常好 水平调整的这个角度也非常灵敏 完全是靠机械式的 这个是陈永宏陈老板多年研究下来的一个心得 它是观察在大自然里面树叶的摆动 当风过来的时候树叶随风 迎风摆动可以减少树叶会吹断的机会 所以呢它就用这个得到领导 这一套啊 偶射的风力发电机 跳动起来 生产下跌 好 好 好 非常的水平 这时候 风力叶随小的时候就降下来了 几乎已经是这个快要平躺的情况了 风力变小了 它又自然会调整回来 非常的明显 非常的灵敏 完全是机械式的 然后是这个快要发生的 对于是这个快要发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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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对于这个快要发生的 在几乎的 如果现在没有开吹 第一个快要发生的 好,又躺平了 好,又可以看到了 好,又可以看到了